今天新任透視又找到阿齋Sir來跟我們討論 各位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恭喜恭喜 是 阿齋Sir主要是要講政改 還有五區公投 主要先講 現在阿齋Sir是否形勢好像很淡 其實我個人準備寫一篇文 不過現在未有時間動翻 那先講 一篇文就是講香港民主發展的困境 或者難題 難題和困境有很多方面 其實我們是去到民主發展的一些分水嶺 大家對著爺爺空神惡殺的時候 香港人是否真的夠膽拿個勇氣和良心出來 當然你說之前不是的 很多人說我不贊同這件事 首先就要拿個思辨出來 這個思辨就是搞清楚 五區是否真的可以作一種表態 你現在都可以不需要你那五位 是哪五位 他是甚麼人 總之他現在遲了 兇了五個空缺出來 阿豬阿狗上去 你還要的是你去投 說我覺得我要廢除功能組別 我可以要真普選 這就是那個要求 市民大眾是否真的肯出來 尤其是上一代80前 因為我覺得80前 和80後的分歧很大 我不是說80後沒有80前 但意思是 那個比較嚮量的意見 80前來說 基本上有很多人會認為 80後這道路是不對的 亦都是因為我覺得 這種社會背景是造就了 民主黨那種歸宿政策 歸宿政策 還有很多人都是喜歡那些 而且香港人過去這二十年 我們民主方面的沒有進步 現在我們一次過還回 即一次過付出代價 一處過付出代價 我覺得這是很難形容的 你先問一下 我不知道怎麼說 三情矛盾複雜 你有什麼想問 有什麼想問 我其實最想覺得 現在好像整件事 沒有兩個月之前 那麼刺熱 這就是首先第一個困境 你的傳媒本身被荷蟹化了 傳媒就只是把任何重要的事情 去到傳媒上 他就幫你報一些毛利沙拿的位置 就由一個點代替整件立體的事情 即是好像一個雪糕尖 有沒有那顆車離子 那顆車離子 就決定那顆雪糕 是紅色還是白色的 那你不行 香港的傳媒其實現在是這樣 變成你沒有東西炒作 傳媒就不幫你報 現在香港的傳媒 是完全沒有了所謂認真嚴肅的文章 即是隨著一個一個 所謂重量級的人物離開 好像有你說 蓮耀曾先生離開 你又是不是 為什麼現在這陣子 對他這麼熱 就是因為將軍一去大樹飄零 那種感覺 即是沒有人寫東西 或者寫東西 都沒有人去幫他登 那你的傳媒就自然 是令到那些東西 升尋影席 是吧 80後之所以在反高鐵能夠成功 就是不斷用強力自己在網絡製造了議題 等80後已經開始同意那樣東西了 然後又開始要做展示 然後傳媒才幫你報 但是傳媒幫你報 由頭到尾仍然都不是幫你報 你的主要內容 論述 於是乎到現在民意那種看法 仍然都很受政府的傾向影響 是吧 所以這個其實是傳媒第一問題 第二 就是兩代的分裂 兩代分裂亦都代表了兩代的 即是說兩個社會階級的分裂 80後基本上就是無產階級 是吧 你現在的樓去到四千多元 怎麼買 尺價 只是地 你怎麼買 是吧 80後變成了無產階級 包括去到做醫生律師都變成無產階級 那你跟80前的有產階級不同 有產階級一定是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 就是希望不要Rock the boat 不要得罪阿爺那麼多 那就隨便算 即是說這個也有人這樣問我 昨晚有個80後問我 其實香港人是否底層 根本是不要真正的民主 這個問題是很值得疑問的 雖然我們七一覺得有五十萬人出街 但是那時候是被單一事件董建華激到窄窄跳 被負資產警告窄窄跳 很多經濟的原因 仍然是負資產那班人出來 以及永遠有沙士的世紀抹絕症 弄得窄窄跳 這件事現在看回頭 只要董建華離開 楊炳強又離開 紅灣半島又離開 然後人們都燒了一口氣 然後這六年也是阿爺何解化的傳媒 然後大陸的人又下來溝淡你 於是乎這麽多因素合起來之後 你便發覺香港人這幾年 如果你現在看回整個局面 是有跌渦的現象 即是在民主的追尋度是跌渦 香港底層是否不喜歡民主 我們現在至少要提出這個問題來論述 即是要討論 即是說香港人底層是葉公好龍式 不喜歡民主 不需要民主 因為我們過關殖民地統治 只要那個殖民地主子好 我們便很快樂 乖乖地接受 還非常懷念 最重要是找到食 是的 經常都說找到食 一個金紅獎出來 還是什麼獎 又找到食 又很快樂 沒有人會理會獎是怎樣投回來 諸如此類 是 即是深層的問題是沒有去思考到的 因為也是過去20年 你這個就沒有辦法了 你怎樣都要回到民主黨 怪罪民主黨 有民主黨 過去20年 民主黨究竟有沒有教育過市民大眾 我現在看回頭 我個人就覺得好像很空白 或者是我不夠關注政治也不明白 但我這種人都不夠關注政治 其他人怎麼辦 如果你看回這個 這個民主黨過去20年 是沒有教育過群眾的 前幾年我也有 是 你可以重複 Fair 說回 Fair 說回頭幾年 但是越走入所謂的建制 建制不是親政府的建制 而是走入選舉的議題裡面 它就開始自我調整 如果用得難聽一點 就叫做現在好像轉態 或者蠶食 或者你說民建聯的第二 第二梯 當然有原因 當然有原因去變 因為已經 我記得我一集 不知道在這裏 還是得了人多 就說過一次 其實民主黨的轉變 是跟五區公投 和社民連公民黨的出現 是有過亨系的 當然有關係 因為他們要將他的票 調整到更為中間 所謂的溫和路線 去拿那批 所以最激的那批就不要了 已經沒有了 那他就唯一趁回去中間偏右一點 或者他們依然叫做中間偏左的路線 那肯轉的 肯變的 現在你想一下 一會兒我又要被人插了 就是我經常都... 不要緊 等我們說 不要緊 我不怕 不怕 你不是傻了 你見什麼犯徐麗泰 嘩 見犯徐麗泰 這個是差到無論 真的差到無論 他老幾 他哪位 他代表國家領導 華叔批過去 這個是香港江青 你都去見江青 你是不是準備派三條男人 去跟他組織一個四人幫 香港四人幫 然後有人說 錦國兩海有什麼 走一小步 那說什麼 走什麼小步 一小步 他自己個人利益 就是一小步 是啊 個人利益一大步 一大步 我也不敢說 政改倒退一小步 個人利益全進一大步 這個很差 我回來了 在這個時候 因為局面未明朗 因為你現在定了5月16日 你現在也定了兩個禮拜提名期 其實所有事情 都要看陳鞋落定 大家觀眾都知道 一定要看到提名期剛剛完的那天 究竟會是自動當選 或者是公社兩黨自己有其他人 或者有其他人 不是一定公社兩黨 即是有所謂另外一個人出來再競逐 於是可以啟動選舉 或者是直接有些 看到這個 咦? 長毛的投票率低 有個疾 有些黨外人士 即是中國共產黨外的人士 自動發酵出來 來爭 如果有的 那你們有三個情況 我們不知道 總之在現在來說 就比較政治低氣壓 為什麼政治低氣壓 因為現在也有其他議題 在occupy 這些議題我們稍後也要回來講 就是這個財政預算案 還有這個 蔡元川要求重建 還有這個 九成變八成 這個很賤很賤的 市建局的要求 就是強制將香港的東西 全部賣掉給地產商 這些東西是影響整個香港生態 但是現在這個議會 好像廢了 不討論 是不抗爭的 你看到議會不抗爭 如果市民眼睛說亮 你不明白為什麼要公投 好 稍後回來 就講這幾個議題 好 好 好